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旺 看我就是阿旺 阿旺今天來到中央公園附近 想介紹什麼呢 介紹一個極蠢極蠢極蠢的樓宇給大家 上到這個走廊 這個走廊兩年前 又夾前翻身過的 所以都很美的 還裝了一把風扇 接著進來這間屋 這裡有個園關圍 製造了一個牆牆 業主也是一個比較喜歡生活的人 這間屋向西南 非常光亮 基本上你游一游游就可以住了 就不用怎麼裝 家裡有兩個雪櫃 這裡有間雜物房 雜物房都非常大 雜物房有些人會拿來做工人房 廚房兩邊非常大 因為業主喜歡煮飯 這裡本身有個小露台 它就拆了 做大一個廚房 如果你想要露台剩下 就在這裡就可以 這裡就是業主浪衫的地方 浪衫就不要拍那麼多 接著它有三間房 千金就難買什麼 西南樓 其實你看到這間屋 就不用怎麼裝 其實業主也住得很綺麗 因為可能要移民 水就買了去 廚房都非常大的 就養了龜 你看到廚房 大過一間房 這間是其中一間房 房都非常大的 沒有流水的跡象 整間屋 基本上地板你積搬 就真的可以積住了 看一下主人房 主人房 主人房都是很大的 櫃全部成尺 整片落地大玻璃 對了 是不是很漂亮呢 其實阿旺也想賣 有錢 這個就是它的廁所 廁所也有窗 就弄了一個大櫃 那我們最後 另外還有一間房 這間房 就可能擺滿了 模型 它有一個日本愛好者 但是房 都整得非常綺麗 其實你可以見到 那些入場櫃都整了 一塊塊 那我們一路回樓下 看完樓盤 大家覺得怎樣 這個樓盤呢 就八成八實用的 就超大超大 千八尺 等於差不多兩千多尺的單位 那它呢 就向西南的 千金南買什麼 西南樓 那今時今日 你要買這個單位 以前真的開到成千一千二萬的 今時今日呢 它真的是 便宜價大批去放的 那你如果真的有興趣 隨時聯絡阿旺 沒問題的 它還有連車位 今晚的視頻到這裏 各位 拜拜